有一个人,他出生在20世纪的第一个月 他被遗弃在了一艘往返于欧美之间的轮船上 他被取名1900 他可以在暴风骤雨的大海上演奏 他有一个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好朋友 如果说,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是托纳多雷关于触不可及 最纯净的爱情的回忆 那么我想,海上钢琴师就纪念了一份 不被时光牵扰,只存在你我之间的友谊 改编自意大利作家巴瑞克的独角戏剧本 《独白1900》 故事从一位小号手麦克斯的讲述开始 回忆了他的旧日好友 钢琴师1900在那艘邮轮上传奇的一生 在我看来,1900的一生 就是他和他被遗弃的命运作斗争的一生 陆迪抛弃了他,大海接纳了他 因此他内心永远抱有着对陆迪的敬畏 惧怕,憎恨与向往 作为时光三不止的第二步 托纳多雷仍旧通过镜头灵活的高低升降 准确刻画了1900对于周遭世界的细腻感受 电影全长两小时五十分钟 却有着极度简练有效的结构 今天,悉尼马拉松就为大家简单树立一下 海上钢琴师的剧情结构 并着重聊一聊几个关键段落 看看托纳多雷究竟是如何将1900的一生 在我们眼前铺陈开来的 视频开始前 第一次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 不要忘了点击订阅关注 解锁更多的电影深度解析哦 海上钢琴师的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因为生活所迫 一位名叫Max的小号手 来到一家二手乐器店 准备卖掉小号 换点面包钱 这笔买卖低价成交后 Max不如人与小号告别 于是恳请店主 让自己最后再吹一次自己的小号 小号吹响 这旋律却让店主想起了一张 他今天刚刚修复好的黑胶唱片 这黑胶唱片上的旋律 与Max吹响的旋律一模一样 这首没有名字 没有来由的曲子 正是Max曾在游轮上当乐手时的 钢琴师朋友演奏的 这位钢琴师就是海上钢琴师 也是海上钢琴师英文片名 《1900》的传奇中的《1900》 1900在海上出生 母亲很可能只是一个三等舱的普通人 但是为了能让孩子被有钱人收养 她将孩子留在了上等舱的舞厅钢琴上 结果没有想到1900并没有被富贵人家抱走 反倒被邮轮过路房的黑人丹尼给捡去了 从这之后 1900便在这船上长大 每位船员都像是她的家人一样 19008岁那年 丹尼在一次海上风暴中意外去世 而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1900找到了她生命中的新的寄托 音乐 被老天爷赏饭吃的1900 迷洋四海 成为了众人口中 那个从小就在船上长大 从来没有下过船的音乐神童 数年之后 1900长大了 Max也应聘成为了这艘游轮上的小号手 两人因为音乐节时成为了好朋友 两人认识的第一晚 1900就向Max表达了自己 对于陆地的恐惧与向往 冬天是美丽的 而在这之后 Max更是不断地鼓励1900走下船去 因为他希望自己的朋友 能够尝尝正常人生活的滋味 他希望朋友节出的音乐 可以让更多的人听到 你必须要做的是 那一大步 1900引来陆地上的绝世前王 Jilly的挑战 挑战成功的1900 更是声明大早 陆地与越来越大的魔力召唤着他 直到他遇见了一位女孩 他爱这位女孩 这位女孩告诉了1900他的住址 1900也曾冬天想要下船去找他 可是最后 他还是没能踏下船梯 1900的所有事迹 都在Max向不同人的讲述中展开 而这些讲述本身 就带有极强的情节性 因为Max了解到 战后 这艘曾经极度辉煌的邮轮 要被报废炸毁了 可是他坚信 1900仍在船上 可是1900 对于陆地上的人来说 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 所以Max不断地讲述 生动地讲述 就是希望 可以通过自己的讲述 来让人们相信1900的存在 这样 他才能够回到这艘邮轮上 救下自己的朋友 突纳多雷 将这一段正在进行的情节 与1900的传奇人生交叉剪辑 使得全片近三小时观看下来 丝毫不值得沉闷 而回忆部分1900的故事 也在170分钟的片长里 被极度鲜明地 分为了三个大段落 从1900被Danny收养 到1900向Max解释 自己的音乐 为何能够如此多样动人 形成了第一个段落 音乐 这个段落 讲述了1900如何与音乐 一步一步的结缘 并在最后 强调了1900音乐灵感的来源 就是这艘船上来来往往的人 1900只要看他们一眼 就会在自己的脑海中 编造出属于他们的故事 并用音乐将这故事讲述出来 他懂得如何读人 1900与音乐的关系建立完之后 便是与爵士勤王 距离斗琴的第二个段落 声明 你害怕吗 我不知道 经过曲折离奇的决斗之后 1900名声大噪 陆地上的唱片公司 带着设备来到船上 想要给1900录唱片 接下来第三个段落 就是爱 当唱片公司 给1900录唱片的时候 1900偶然看见了窗外这位女孩 她一见钟情 于是 也就演奏出了这首最美的情曲 而这首情曲 也恰巧被录了下来 第一个段落 让我们知道了 1900独人奏曲的能力 第二个段落 让1900引来了 想为她录制唱片的唱片公司 因此 在第三个部分的开始 这张唱片才得以存在 这段讲述才得以开始 海上钢琴师 整体结构穿插跳跃 却又形成了完美的闭环 这种结构美 让故事的发生成为必然 而必然会发生的故事 总是能让人听得入神 不出息 除了结构的完整性 音乐 声明 爱 这三个段落 虽然看似在描述三个不同的主题 但是 它们始终围绕着 1900生命中的核心主题 对于陆地的向往 1900的音乐灵感 都来自于船上的人 而船上的人 都来自于陆地 他的音乐 虽然随着大海浮浮沉沉 可是他音乐的内核 却是那些 来自陆地的人的故事 1900 毕生没有下过船 可是他对于陆地上的美好事物 风土人情 却如数家珍 以至于一开始的时候 Max都难以置信 他就是那个 从未下过船的音乐神童 他向往陆地 并将这感情 都投入到了音乐里 陆地上的爵士勤王 挑战1900 从头至尾 这位陆地勤王 多次拿1900 不敢离开邮轮的事情 做文章 1900 对于这位勤王的感情 从一开始的仰慕 好奇 到最后的敌对 其实也就是延续了他起先 对于陆地的仰慕 也好奇 到最后 因为来自陆地的人 对他表现出的排斥与恶意 他便对这位陆地勤王 会可以不屑于征服 似乎他再也不需要陆地了 他有了他的大海 就足够了 第二个段落 完成了1900 对于陆地 彻底的摒弃与拒绝 接着 第三个段落 峰回路转 女孩出现了 而且 对于1900 这个大海的孩子来说 这位女孩 就是土地的孩子 在第一个段落结尾 1900曾在深夜 独自在三等舱的食堂里弹琴 旁边一位农民伯伯 用手中的风琴 与1900合奏 然而用音乐对话之后 农民伯伯对1900 剖心致腹 原来 农民伯伯之所以决定 来到美国 是因为他失去了 他所拥有的一切 在这之前 他只生活在一片 潮小的土地上 可是命运 夺走了土地 夺走了他的家人 仅仅给他留下了一位小女儿 也正是为了他的小女儿 他决定与命运斗争 一天 他这样一个一辈子 都依靠一小片土地生活的人 忽然听见了海的叫声 农民伯伯踏入海洋 所需要的勇气 就像是1900要踏上陆地一样 农民伯伯的故事 对于1900而言 就像是一场惊心动步的梦 让他久久无法忘怀 而这位女孩 就是意大利大爷的小女儿 1900对他的爱 某种意义上 也是对于他 与他的父亲 所象征的陆地人的爱 以至于 当1900练习 对女孩的表白时 也是对这张地图练习 他最终没能走下船去 因为那种被陆地抛弃的阴影 以更大 更可怖的模样 笼住了他的梦想与勇气 1900最后跟Max 说了一大段独白 他说他不敢下船 是因为世界太大 太无限 没有尽头 他不知道怎么面对 他说 生活在这艘船上 船是有限的 就像那钢琴一样 船是属于他的钢琴 可是 陆地无穷无尽 那是上帝的钢琴 他不知道如何去演奏 他也没有资格演奏 但最后 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到最后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陆地上那一位母亲 要抛弃他 他不敢面对的无限 其实 也是他不敢面对 就未知的真相的恐惧 他眼中 那位可以演奏陆地 这一座没有尽头的钢琴的命运之神 那一位上帝 其实 某种意义上 也就是那一位 能够残忍到丢下他的父亲 海神钢琴师的整体结构 干净 有效 靠人心弦 又富有诗意 他的视觉语言也是如此 首先就是开头提到的对于镜头高低升降的使用 这一点在我们分析过的西西里的美与传说中也有很好的体现 而在海神钢琴师中 一如西西里玛琳娜加的一二层设计 游轮这个空间本身就蕴含了大量的高低关系 游轮内部 有只孤炉房 三等舱 上等舱的高低关系 在丹尼的葬礼上 1900第一次听见音乐传来 便是从上等舱传来 镜头 也是跟随着上等舱的俯视视角 将琴声带到了1900耳旁 成年1900 第一次在头等舱演奏时 展现1900与人群的陈琴镜头 是一个俯视镜头 然而 当场景切换到1900 真正热爱的演奏场合 三等舱十堂时 镜头 却是从一个仰视镜头 拉升至平视 所有表现它与人群关系的镜头 都是以平视机位旋转 将人群1900 平等地交融在了一起 1900在上等舱和三等舱 哪一个场合里演奏 更加自在舒心 一个高低机位的分别 就可以看出来了 在1900第一次遇见MAX之后 然而因为在风暴之夜胡闹 被罚到锅炉房产媒 也正是在这里 游轮最低的地方 1900躺在了游轮里 与土地最接近的眉土上 向MAX表达了自己 对于陆地的向往 机位 也是提拉至鸟看的角度 强调了1900 与地面的关系 这样一种 像躺在床上一般的舒适 又比三等舱的平视 更升级分 因为锅炉房 是他长大的地方 是丹尼老爹 曾经工作的地方 上等舱 三等舱 锅炉房 这是游轮内部的高低关系 而游轮本身 又与陆地 形成了一个自然的高低关系 而这个高低 成为了1900 与陆地的距离 他总是站在栏杆旁 俯瞰着陆地上的人 所以到最后 他从船梯上 向下走的那一时刻 在经过多次的视觉铺垫后 才会显得如此的重要 高低关系 与升降移动镜头 在精彩的斗琴段落 也被有效地使用着 当藐视1900的陆地 前往Jelly登场 走到1900身边时 镜头立即降为仰视 而即使1900站起身 从Jelly的方向拍摄的镜头 也仍旧带着微微的俯视 但当1900开口 与Jelly对话 镜头立即切为平视 因为1900本身 真的没有把比赛当回事 他纯粹许的Jelly好奇 当Jelly开始演奏 机位总是围绕着Jelly 上下左右的转动 显然Jelly觉得自己 就是宇宙的中心 而这样一种升降机位的运动 与1900演奏时的镜头比较 就显得尤为不同 1900演奏时的移动机位 多时推拉镜头 表现1900投入音乐之中 而不在意周围人的眼光 最后一轮对决 Jelly的演奏 也仍旧是仅仅被镜头环绕着 强调Jelly与周围人视线的关系 而1900的镜头 却更多的是 从刚前前进的视角 仰拍1900 复排他弹奏钢琴的首 更多强调的是 1900与钢琴的内在联系 人与情的交融合一 当然是要赢过 整天想着套观众贺彩的演奏了 而除了高低关系之外 我们在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 聊到的窥探视角 在海上钢琴时中 有不断出现 1900的童年时代 从他对于过路坊的窥探 到他隔着玻璃 对于钢琴的窥探 到他从船窗隔着玻璃 对于陆地城市的窥探 三层递进 也是将1900 对于音乐陆地的感情 牢牢锁进了这位人物的底色之中 托纳多雷 对于结构乱中有序的掌控力 在作品中 一以贯之的高能镜头设计 奠定了他浓郁的浪漫主义风格 而是《光三部曲》中 还有最后一部《天堂电影院》 我们还没有聊到 想要听我们解析 《天堂电影院》的朋友 欢迎在弹幕里打333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 不要忘了点赞 投币 收藏 转发 给我们来一个大大的思联哦 斯尼玛拉松 我们下期见